凡夫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独有过失 为什么 他迷失了自信 自信也是真心 用真心的人没有过失 迷失自信又用妄想 在大成教里面叫阿赖耶 用阿赖耶就有过失 阿赖耶为什么有过失 四大烦恼长相随 他怎么会没有过失 所以地藏经上讲 言语替众生齐心动念 无非是罪 这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觉悟的人 转阿赖耶为大元净之 转世成之 迷惑的人 就是那一念 这是我们在最近这段时期 讲的很多 讲七心动念 这个念头非常威胁 弥勒菩萨讲 一坛指 有三十二亿被前列 就是指这个一念 这一念呢 就是大成教里面讲的 根本无名 无实无名 就讲这个东西 这一念起来 就把自信清净圆明体 转变成阿赖耶 阿赖耶能生万法了 要没有转变成阿赖耶 万法不生了 所以 发向为实 总讲 宇宙之间有什么 只有实 除了设之外 什么也没有 他讲的 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十变 设法界一真 转变 十变 十就是 其心动念分别之处 就这种东西变点 他要是变善 那就不错 一起的念头是善灵 因与善 行为善 与实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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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 佛讲的实善 有的 你都做到了 你是善 佛法里面 尊敬你 称你为善知识 称你为善友 你看 善才同族 五十三餐 称为善友 善知识 如果我们迷了 迷得很严重 自私自利 贪嗔之慢 那就造罪悦了 与 事善业道 完全相违背 这不叫实善 叫失误了 失误 你的思想不善 言行不善 感召的是什么呢 感召是六道 严重的呢 是六道里面的 魔鬼地狱出身 要知道 六道跟舍法界 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你善于不善的念头 变现出来的 与什么人都不相干 这个四十真相 不能不懂啊 你要不懂 不懂就是你没看破 你就没有办法修行 无法修正了 真正懂得了 依照经典的教训 经典里面的道理 把我们所有不善的 把他修正过来 用圣贤的教诲来对治他 他有病吗 你得把他治好了 恢复正常了 这叫修行